父母陪着小孩在餐厅内用餐 一旁还有游戏池可供游玩 这是大人小孩最喜欢的亲子餐厅 从今年5月起将要申请餐饮卫生管理分级 让民众安心 叶者能做到自主管理 那你来将近我们不仅是食安或者是餐饮安全的风险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台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条例五大新政策 包括6月连锁早餐店应定期检查及分区管理 7月连锁火锅也必须申请餐饮卫生管理分级 8月新级旅馆餐厅登陆台北市食材登陆平台 10月连锁自助餐厅业者强制自主检验 透过业者自主管理 那卫生局持续稽查抽烟 那这样子达到我们台北市的食品安心的一个政策 让民众更了解台北市食安小知识 也特别架设台北食食安心一起玩游戏网站 4月1号起更有台北食安知识网线上抽奖活动 让民众透过知识问答 更了解新的食安资讯 节奏长的话长报道